我现在在山东济南 这里是济南火车站 今天要从这里离开 我要正式进入东北了 今年再次进入东北 去年在东北玩了三个月 然后今年带上我的女朋友 再进入东北 本来是准备直接杀戮东北 但是因为我出发的点离东北有点远 所以一次性坐车到那里有点累 所以我就分了几宁几南 这两个地方中转休息了下 然后今天就从济南 到东北辽宁省的葫芦岛 对 今年带我女朋友 把去年没逛过的地方逛一下 然后可以带我女朋友逛一下 东北三个省的各个省会 是羊长春哈尔滨 让她看一看 因为她从来没有去过东北 现在我们从这个进站口进站了 时间有点紧哦 现在我是在这个济南站的后车大厅二楼 然后一楼它是高铁后车 二楼就是普车后车 现在我要上车了 开始检票了 坐到那个葫芦岛大概是11个多小时吧 要到晚上的8点钟到达 就这里 准备出发 葫芦岛见 哎 再看一下这个窗外 哇 春天在哪里 夏天在哪里 秋天你会去哪里 冬天在哪里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明天依然看不见 路途很遥远 我想出去走一走 看看这个大世界 在我们镜头面前的呢 就是葫芦岛火车站的站房了 看起来又大又高吧 这就是葫芦岛市 是我今年进入东北的第一个城市 给你们看一下这四周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附近呢 有没有那种比较有美食啊 或者是好吃的地方啊 都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还有看海是哪里比较好看 或者方便的 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听说呢 今天晚上好像会有台风吧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 这也阻止不了我来东北的心情 好的 我是红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